朱朱夫夫 洗个澡 看完电影睡一觉 欢迎各位小主与辽影先锋一起走进今天的电影世界 今天为大家讲述一部小蜥蜴意外流落到沙漠 遭到了老鹰的袭击 它不费一颗子弹就轻松解决老鹰的电影 蓝鸽 蜥蜴鸽是一只被饲养在玻璃箱里的小宠物 它时常幻想自己是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突然有一天主人带着它外出时发生车祸 将蜥蜴鸽甩了出去 蜥蜴鸽搁浅在了荒无人烟的沙漠里 从此蜥蜴鸽就自由了 可是一直待在水里的蜥蜴鸽接受不了干枯的世界 火辣辣的太阳瞬间让它脱掉了两层皮 这时远处一个被轮胎压成两半的穿山甲召唤蜴鸽 蜥蜴鸽帮助穿山甲站了起来 它告诉蜥蜴鸽 穿过沙漠之后附近的镇上有水源 于是蜥蜴鸽就按照穿山甲的指引方向向沙漠前行 半路上它遇到了一个隐藏在地下的癞蛤蜴 癞蛤蜴鸽让蜥蜴鸽隐藏起来 因为天上的老鹰在掠食 可蜥蜴鸽也不知道往哪躲 它身上扎眼的衬衫吸引了老鹰的注意 仓皇之下 蜥蜴鸽躲在一个小瓶子里 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没想到老鹰抓起瓶子飞上了天空 想要将蜥蜴鸽摔死 瓶子刚好砸在了癞蛤蜂身上 癞蛤蜂疼得嗷嗷直觉 老鹰一看 癞蛤蜂肉多肥美 就把他给抓走了 留了瘦小身板的蜥蜴鸽一命 随后蜥蜴鸽在沙漠遇到了拿着猎枪的小美 蜥蜴鸽开始了他的表演 哄得小美心里那是美滋滋 小美嫁起他的马车 拉起蜥蜴鸽回到镇上 蜥蜴鸽想要跟小镇上的人做朋友 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搭理他这个外地人 于是蜥蜴鸽觉得应该入乡随俗 他模仿着大家走路的姿势 来到了一家酒吧 蜥蜴鸽想要讨杯水喝 惹得大家一顿嘲笑 因为这里是酒吧 只有酒没有水 当蜥蜴鸽被人问起他的出处时 蜥蜴鸽又开始了他的表演 向大家讲述自己所编导的英雄事迹 镇上的地头蛇听不下去了 他给了蜥蜴鸽一把枪 想要和他单挑 这时老鹰又出现了 人们都吓得躲了起来 回忍不知这一切的蜥蜴鸽 还以为是自己的雄风让别人吓破了胆 当蜥蜴鸽发现老鹰后 他立马躲进了小镇的厕所里 老鹰用他锋利的爪子 瞬间将厕所披成了三半 正当老鹰要抓住蜥蜴鸽的时候 蜥蜴鸽掏出身上的枪支 射了一发子弹 阴差阳错 用水塔将老鹰给砸死 他瞬间成了小镇上的大英雄 镇上的人们都很欢迎他 镇长还任命蜥蜴鸽为警长 可蜥蜴鸽刚任命的第一天 小镇上的水源就彻底枯竭了 镇上银行各家各户储存的水也被盗了 这可是大伙生命的源泉啊 于是蜥蜴鸽带着一小队人去追查真凶 顺便找水源 半路蜥蜴鸽发现了偷水桶的地鼠 蜥蜴鸽假装路人来到他们的村落 自己拉起水桶蜥蜴鸽就往外逃 地鼠见机骑着蝙蝠追赶蜥蜴鸽 中途水桶被撞翻 里面竟然一滴水也没有 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蜥蜴鸽希望地鼠 能跟着他们一起去找出真相 蜥蜴鸽伪装带着被绑的地鼠回到小镇 他发现大家都对没有水而感到伤心 只有镇长还在悠闲自得地打高尔夫球 而且村长还告诉蜥蜴鸽 他要在这里建设新村落 蜥蜴鸽一听就觉得镇长有问题 人都要渴死了 盖房子还有人住吗 镇长不想要蜥蜴鸽在调查水源的事 于是他派出镇上的终极大坏蛋 祥伟蛇去对付蜥蜴鸽 响尾蛇带着自己像机关枪的尾巴 出现在蜥蜴鸽面前 向大家揭露了蜥蜴鸽根本就不是英雄这件事 还将蜥蜴鸽轰出这个小镇 蜥蜴鸽暗自身上的走在公路上 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蜥蜴鸽瘫倒在路边想要自杀 却没想到遇到了西部男神 他鼓励蜥蜴鸽要勇敢起来做自己想做的事 既然要成为英雄就需要为之付出努力 于是蜥蜴鸽又重拾了信心 他这才想起来镇长跟他讲过的一句话 掌握水就可以掌握一切 他顺着仙人掌行走的方向找到了水闸 原来镇上的水闸已经被镇长给关闭了 他想要以此来要挟镇上的人低价将土地卖给自己 然后自己当一个土地主 正当响尾蛇蜴蜴蜴卖土地时 蜥蜴鸽回到镇上想要找响尾蛇一蹶高下 他让地鼠们帮忙打开水闸 让小镇变成了一片沼泽地 可是蜥蜴鸽依旧抵不过厉害的响尾蛇 响美和蜥蜴鸽都被镇长抓了起来 准备活活淹死 这时候镇长过河拆桥 想要一枪解决镇上的大隐患响尾蛇 成为真正的土霸王 没想到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在蜥蜴鸽被抓前放在了嘴里 蜥蜴鸽将嘴里的子弹传给小美嘴里 让小美发射子弹将玻璃打破 冲出来的水救下了命悬一线的响尾蛇 最后响尾蛇为了报仇将镇长掳走 而蜥蜴鸽为镇上带来了水源 成了新一阵的镇长 也成就了自己的英雄梦 一个人的潜在能力是可以被挖掘出来的 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 一步一步地实现它 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就比如你看了仙方姐的电影 应该发挥出 你点赞评论加关注的潜能 让我们就此发生一段无法言语的情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咱们就先讲到这 看一部电影品的人生 我是撩影先锋 有喜欢我的 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关注哦